不得不说,大众灰腾是充满悲情的一款车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开始扩自己的半途 把触手伸向了价位较低的中级车领域 这让当时的大众总裁皮耶斯深感不安 为此他决定进行反击 方法是打造一款能与奔驰S系和宝马7系相匹敌的豪华地级车 项目在1997年启动 为了追求完美无缺 技术狂人皮耶斯给他的工程师提出了多项技术要求 其中包括无极可调的空气悬架 车内四区域无气流空调 全天候每小时300公里速度巡航能力 在环境温度50摄氏度时 车内可保持22摄氏度恒定温度 车身抗扭转刚性要达到每度37000牛米 经过五年的努力 终于在2002年 这款赤资超过10亿欧元 集合了当时大众最高造车技术的旗舰车型 灰腾终于下线了 为了灰腾 皮耶西老爷子还专属打造德雷斯顿透明工厂 建造费用达1.86亿欧元 可以说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灰腾 就如同喊着宝玉出生的豪门子弟 灰腾是幸福的 然而名字叫做灰腾 却没有走向辉煌 2016年3月 伴随着第84,235辆黑色涂装的4.2升灰腾 使下德雷斯顿透明工厂生产线 也正式宣告了灰腾的停产 结束了其短短14年的生命周期 灰腾为何停产 首先灰腾不仅产量极低 销量也极差 并给大众带来了巨额亏损 由于皮耶西对技术要求的过分苛刻 导致灰腾产量极低 其日产量仅有8台左右 年销量不足奔驰S系的十分之一 从生产到停产 销量从未达到销售目标 制造成本更是居高不下 堪称卖一辆亏一辆 曾有大众内部人士透露 灰腾的生产成本是帕萨特的三倍 而其单车盈利能力 则为-2.81万欧元 亏损率则高达40% 自2002年量产以来 仅灰腾一个车型 就给大众集团带来了 20亿欧元的累计亏损 也曾有欧洲权威分析机构 将灰腾评为欧洲最赔钱的 三款车之一 其次灰腾产品更新换代曼 产品售价高 产品力逐年下降 除市场表现不佳以外 灰腾在14年的产品周期内 仅进行了两次小改款 相比竞争对手已落后两代车型 产品力明显不足 同时高昂的成本 最终也导致了灰腾较高的市场售价 以德国市场为例 灰腾入门级车型售价比 奥迪A8入门级车型 还要高出8650欧元 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 大众家用的品牌形象 牢牢地占据了消费者的心 对于一个家用轿车品牌 推出的百万级大鳄 大家似乎都不太情愿接受罢了 当然奔驰S系 宝马7系 奥迪A8L 这些竞争对手实力过硬 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除了未来新车研发费用的 大幅缩减外 一些低盈利项目也将被砍掉 而首当其冲的 就当是赔本赚吆喝的灰腾 同时2015年 皮耶西离开大众 灰腾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 灰腾的停产成了必然